学生吃的健康,学习效果更加倍 新竹县聪明营养午餐 今年国中小学餐费是增加10元 每周能吃到两次的有机米 县长杨文科就到北埔国中来关心学生的用餐情况 还化身小老师开设有机米小学堂 要让孩子吃的营养均衡 好,会装换家库,会装换家库,来 拿着教学棒,县长杨文科站在台上 让化身老师开设有机米小学堂 台下学生专注听讲 县福到北埔国中关心学生营养午餐 今年开始我们调整 国小国中都加了10块钱 到达了60块钱 我想这是我们不计一切成分 就让大家吃得很好 那今天我们又看看我们在推动的时候 我们除了一个礼拜要吃两次的有机蔬菜 跟一个礼拜吃两次的有机米 那这个政策我们现在正在推动 那各个学校反应非常好 学生推餐车准备吃午餐 新竹县聪明营养午餐广受豪评 今年国中小学餐费增加10元 每周两次能吃到有机米 县长就到学校试茶 也和学生一同用餐 卤鸡腿有机蔬食和香菇油豆腐等六样菜色 有汤有水果都大汗好吃 好不好吃 好 加入糙米更健康美味 还有人装了第二次 不留厨余全部吃光光 有经过认证 然后就在没有污染的农地生产 好吃好吃 然后我们每天的青菜都会打完 你是有机米的话 对你的身体健康会比较好 头脑变得更发达 全线122所国中小学6.4万人 一年就能吃掉480吨有机米 推广再低毫米 也让学生吃得营养健康 学习效果更加倍 足现有机米 多吃一口饭 赞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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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